不要覺得爸媽念你手機這些東西 但是我還是要求第一 一開始開場跟各位講四個字 將心比心啊 有蠻多媽媽會喜歡問我說 我女兒16歲 她超喜歡用手機怎麼辦 也同樣有媽媽問我 她兒子喜歡用手機上網路去玩手遊怎麼辦 我通常第一個問題就是問她說 那你從小是不是玩手機給你小孩看 對啊 你自己要以身作則 如果今天你在家庭團聚的時候 你自己都拿手機出來看 要你的小朋友不要拿手機出來看 那更不可能 但這一點我爸做的不錯 我記得我小時候喜歡看小說 我爸喜歡看武俠小說 然後有一次他就跟我講說 你每天要看小說不看書 你是怎樣啦 你這樣功課那麼爛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自己還不在看武俠小說 然後第二天就去焚書坑爐 把他全燒掉 好有志氣 從此之後我就不看 那我真的我自己就不看了 他就不看了 然後我從此之後就沒有話講了 但後來還是偷偷看了 你燒你的關我什麼事 你這樣話 我只要告訴你 家人這個決心很重要 手機你自己要妥善控制啦 因為這種東西我也不好講 我只是告訴你 你不要覺得放安 念你手機這些東西 但是我還是要求 第一 一開始開場 跟各位講四個字 將先比心啦 我還是會找你 呢 我還是要求... 又不是 我還是要求你 有愛的 我可以知道